先解釋一下 一般我们看到辽阴掌这个动作 那辽阴掌这个动作呢 记得是要以螺旋发力 我们在巴黎旋讲蝉姿劲 不可以做直线发力 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 会比较属直线发力 应该是要做旋转发力 那这两种差别 当对方攻击进来的时候 如果你是直线发力 会变这样 这样其实是很难架开的 不容易 不容易因为他的攻击线在这里 你的力线是直接上来会卡住 这个时候你就会被 等于是自己撞上去 可是当你身体带螺旋的时候 螺旋把它拨开打击 所以带螺旋的时候拨开打击 这个才有效果 所以我们发力拨是以枪为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应该是以螺旋发力 或者是做直线力量 那假设 或者我们以兵器来说持枪 持枪 持枪来说我们枪对枪对打的时候 一样 以这个动作来说如果我是直线发力 会变这样刺进来 我就直接送上枪口 你要旋转 攔开 所以攔开打击 所以还是带一个旋转发力 所以以枪为本的东西 你要记得把枪带进去 枪式带进去 那你会更好理解发力 不要用手规手 啊冰性为VT 你分开拆解有时候反而理解不好 最好合起来做 这边大家参考一下